穿越未来,回到过去,顺势空间转移,虫洞到底有多厉害? 一百多年前,爱因斯坦在《相对论》中预言了宇宙中三大神奇的天体,分别是黑洞、白洞以及虫洞。 相比于黑洞和白洞来说,虫洞就像人们想象的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,可以穿越到未来,也可以回到过去,更可以在转瞬之间去到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。 那么虫洞是如何做到时空旅行的呢? 首先,质量在宇宙中是物质最重要的一个属性,质量就意味着引力,当质量大到一定程度时,就可以引起时空的弯曲,质量越大,引力就越大,时空扭曲程度也就越大。 当两个时空点在扭曲过程中连通到一起时,这两个时空点之间的虫洞就产生了。 换句话说,虫洞的两端,必然拥有极大的质量和超强的引力,虫洞就像是大海里两个漩涡的底部连在一起。 这种时空漩涡是由星体旋转和超强引力作用共同形成的。 在虫洞内部的超强引力下,即便是最基本的原子结构,也无法存在,虫洞会将物质彻底撕成粒子状态,因此人是无法进入虫洞的。 不过最新的研究发现,有一种机制可以在虫洞的入口处产生足够多的负能量,而这种负能量可以让时空获得负曲率,这样就可以抵消质量让时空获得的曲率。 甚至可以抵抗虫洞内部的强大引力,让人安全地通过。 只有做到这三点,人才能真正地实现时空旅行。 值得注意的是,在爱因斯坦预言的三大神奇天体中,黑洞已经被证实,但是白洞和虫洞仍然存在于理论中,并没有完全被证实真的存在。